今天脱稿剪团花 正方剪纸张对角折 再对折一次 第三次对折 从中间折一道折痕 这条折痕将帮助我们来剪纸 用剪刀剪出一片叶子的形状 这个叶子可以是不对称的 然后在下方 剪一片花瓣 因便将毛刺剪完 接下来我们在这片花瓣的两侧 各剪一个缺口 在中间的位置 剪出一条柳叶纹 这里是叶子的叶脉 我们剪叶子右侧的柳叶纹 这是它的副叶脉 大家剪的时候可以根据情况 多剪或少剪都是可以了 再剪叶子左侧的叶脉 这个叶脉我们用几个大小 不同的水滴纹来表现 最下面的水滴纹稍微剪的大一些 往上面的水滴纹一个比一个小 最后在尖脚处左右两侧 一侧剪半个缩形纹 这样一幅脱稿的八折小团花就完成了 好 好 谢谢大家